实力已是24节气中的小鼠,我们的身体进入了难耐的圣下,中医认为,鼠为羊血,气性炎热,为自然界的肉气之一。 若鼠热太过,体觉不慎,鼠气亦会伤人,此时该如何注意调力养生呢? 小鼠十七个气候特点是鼠十胜,健康养生的重要应对之策,就是小鼠鸣心,只是健脾,情绪避鼠鸣精神行进自然凉,这是炎热夏季调养心神的重要打折。 小鼠十节,气候炎热,心火内盛,人们常感心烦不安。 小鼠养心重点突出静心二字,做好必要的小鼠纳粮措施外,更以调心静心,常如冰雪在心,不可以热为热,鼠热高温鸣因减少外出,多做些绘画,书法,阅读,下棋,听音乐等静心灵神的室内活动。 剩下时,人体容易出汗,烧衣活动就全身湿透,中医认为,汗处过多,不仅伤筋,而且耗气,若在行剧烈运动,则出汗更多,气随汗险,更加耗损身体。 因此,鼠热天气应遵循少动多静的养生原则,避免运动强度过大,出汗过多。 小鼠时期运动短练已选择早晨或大晚相对清凉之时,项目已选较为和缓的运动,如太极拳,八段紧,肩步走,交击舞,慢跑等。 运动时间不宜过长,建议不超过一小时,晚上九十后,不宜再进行体育锻炼,以免过度心患影响睡眠。 另外,运动出汗多,可是当喝些淡盐水,一补充水那丢失,吃些混合的纯果酥脂,维持体内充足水败和平衡电解质。 运动后,带汗吸毛孔收索,心跳恢复正常后,再洗个温水澡,让身心放松。 切记在运动后,立即用冷水冲头预深,以防寒湿伤人,离患感冒或关节疼痛。 饮食调理防住下住下,又迷苦下,是下肌的一种常见病,多尽于体质失弱之人。 苦人防治住下,常从饮食做起,因住下的发生,运数热天气,及体质失弱有关。 不同体质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症状表现,故饮食调理也是因人而异,分而调治。 如满腹胀满,口袋无味,大便糖薄,舌胎后腻等失重症状明显,可用祸香,酥叶,陈皮,闪闸等肩膀内服,有芳香化湿,理气化着功效。 如口沾口苦,舌胎黄泥,笑变短翅,口舌生疮等失热症状突出。 可用河夜,艺人,带竹叶,白毛根等煎汤肠语,有精热力湿,消暑出发功效,如皮发倦带,气短夺汗,食欲不振,消瘦面黄等皮湿症状较重。 可用北齐,党身,环山,剑石,红枣,杀人,陈皮等包汤应用,有健脾开胃,意气不需效果。 特别要提醒的是,柱下虽然鼠热高温所致,但切记忆冷宫热,盲目饮食,因柱下患者多为体质失弱之人,受不了大寒冰镇之物。 即使太多冰凉之物,必然重疮疲疗,造成寒室内困而加重病情。 起居警方阴鼠上小鼠时节炎热高温,常常容易中鼠。 中医将重鼠分为阳鼠和阴鼠,阳鼠多因在阳光下暴晒,或高热逆病环境下工作造成。 而阴鼠是由于下月不恰当的乘凉,阴冷,寒鞋挺袭人子肌表,或内脏而发生的疾病。 阴在鼠天受寒,顾名阴鼠,明代一家张景月指出,常以抵抗力差,不耐寒热,一发此病,尤其需要重点防护。 阴鼠的症状与寒凉外感相关,常表现为神皮倦胆,半热乌寒,乌汗,深重酸痛,还有阴着凉导致腹泻腹痛,关节疼痛。 预防中鼠不仅要防鼠热,更要防寒凉,下室避鼠切勿过度摊凉。 阴大阳生家秋处几强调,下室避鼠,宜在虚趟,水瓶,木荫等捷径而宽查之处纳凉。 但冲凉时间不能过长,空调房间温度不宜过低。 睡眠时不要让电闪或空调风口对真人直吹,也不要爆料引进冷开水或冰的饮料。 以免寒邪之中,清凉浮力,消暑水料帮,或香化灼汤,菜料,或香五克,苏鸡五克,陈皮三克,山楂五克。 制法,上树材料放肠缸内,被水冲泡十分钟,加糖调味,放温饮用。 功效,香树化者,清皮开胃,适合数热天气,万腹胀满,舌苔厚腻,室遇前在之人饮用。 卢根绿豆粥,材料,卢根五十克,绿豆一百克,白米一百五十克,制法,卢根,绿豆洗净,白米淘洗干净,绿豆浸泡一小时。 加水适量,先煮卢根三十分钟取汁,然后把绿豆,白米加入卢根汁中,满火煮汁中成,加糖调味机可食用。 功效,香树生金,适合数热内生,汗多口感之人食用。 冬瓜莲碰鸡骨汤,材料,冬瓜七百五十克,莲碰两朵,一人三十克,扁豆三十克,橙皮五克,猪根骨五百克,制法,上树材料洗净后放入包内。 加水适量,先用大火煮沸,再用小火煮2.5小时,加盐调味机可食用。 功效,香树必失,适合树食困组,打遍西汤,舌苔后你自然食用。 香树一汽汤,材料,黄芪五十克,麦冬三十克,蛋竹线二十克,白毛根三十克,西瓜脆衣二百克,蜜枣三枚油,橙皮五克,猪瘦肉二百克。 制法,上树材料洗净后放入包内,加水适量,先用大火煮沸,再用小火煮2小时,加盐调味机可食用。 功效,消暑清热,一气升筋,适合暑热天气,汗多口干,皮法气短只能食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